好,刚才我们已经查看了我们今天要完成的一个SP应用的基本结构 那这里边呢,我已经创建好了这样的一个Ionic的空白模板 那这里呢,大家可以去GitHub上进行我们Ionic空白模板的下载 也可以通过mini行进行相应的一个模板的创建 好,那在这个模板里边呢,我们要用到的就是这个3w文件夹 里边包含了我们的css.js以及我们的列表文件 还有我们的单页命运用的一个入口index.html文件 好,我们这里边呢,先来书写一下我们基本的结构 这里边的结构呢,我们就不再使用普通的DIV进行一个布局了 我们要使用Ionic它提供的自定义指令标签来进行我们所有结构的一个创建 因为我们所有单页应用的一个视图接换都是要通过路由的 所以我这里边通过我们的一个导航坝来设置所有的相关路由 以及我们视图的一个加载 好,我们给我们的头部导航一个类名class来控制一下它的样式 咱们给一个蓝色positive 好,在这里边呢,我们写一个按钮 ln nevi buttons 好,我们给它规定一下side left 左侧的一个按钮 我们写入一个buttons 我们写入一个button button 干净的按钮 button clear 然后我们给它写成一个图标 isun iowen go nevi 看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左侧的可点击的一个开关 叫做menu toco 好,当前我们写的这个按钮 就是用来控制我们左侧菜单它的一个展示的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去给它写一个返回按钮 这个返回按钮是做什么呢 当你试图路径进行深层次的签套 它会在我们的左上角头部导航 添加一个后退的返回按钮 back button 好,只需要把这个自定义指令标签给它加在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写一个右侧的按钮 左右对称一下 位置我们给它换成right 让它去右侧 也写成一个图标按钮 settings 好,这个是我们整个路由它的一个头部的一个具体的展示 好,这一块写完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来加载我们的试图的主要内容了 需要我们给一个试图容器 咱们给成一个nevi view 好,我们把基本的结构先去给它简单的去书写一下 这个时候在我们的页面里边呢 可以明显的看到这样的一个头部 进行了一个展示 以及我们相关的两个按钮 也已经显示出来了 那接下来我们把我们整个SP应用 它的一个底部的导航去给它创建一下 我们这里边因为要通过路由去加载 所以说我们给它创建到外部的HTML模板里边 在三达路下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 我们起名为comportance 好,在这里边我们先来创建底部的这样的一个模板 我给它起名为taps.html 好,在这个HTML里边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我们的SPA项目底部的三个选项卡去给它创建一下 这里边呢我们还是使用Ionic提供的自定义指令标签 来进行一个创建 class写一些样式 taps positive 好,然后我们写成一个带图标的地部选项卡图标在上 所以说我规定一下taps.s1 刚我们的top 好,接下来写我们的每一个选项是ln-tab 选项卡上的文字是用title来进行一个标注 首页 icon 图标 ln-home 因为我们点击它要进行一个视图的加载 所以说我们给它添加一个horif的属性 我们给它写在taps路径下的home 点击该首页的时候要加载首页的视图 加载到哪里呢?我们在当前的选项里边也去给它定义一个容器 好,我们待会通过name来进行相应的视图匹配 好,同样的我们再来写两个选项卡 我把这一段复制一下 好,第二个我们改成关于 好,下一个我们改成其他 把相应的图标也去改一下 路径 是图名字 好,其他里边的图标我们换成settings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底部选项卡 就已经,它的相应的html模板内容就已经写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写其他视图内容的话 就要根据你的horif的每一个路径值 来进行相应模板的一个创建了 我们先写第一个 我们先把我们点击首页之后需要加载的视图 模板内容去给它创建一下 我们在这里边去新建一个home.html 好,在这里边呢 我们来书写我们它相应的结构 那我们这里边呢 要加载到我们的容器里边 我通过它提供的一个组件 叫做ln-view 来进行我们home视图的一个承载 那我们加载home视图的时候 需要在我们的导航里边进行首页文字的一个展示 所以说这里边我通过一个属性叫做viewtitle 来进行我们当前视图名字的展示 首页 好,在这里边我们来写我们的正文内容去 我们来写一段测试文字 好,这里边呢 为了让我们的这个效果更加多一点 我们去给它再设置一个按钮可点击 让它进行一个深层次的视图切换 那我这里边使用一个ul 好,我们把这个标签声明成按钮的形式 好,我们接着看下一层的深层次路径 我们进行一个点击的一个提示文字 OK,那这个是我们首页的视图模板 我们也已经写完了 我们还是按照当前的路径下进行我们视图html的一个书写 那这里边出现了一个新的路径first 我们就来写一下first 也就是点击当前这个按钮的时候 我们应该加载的first它的一个内容 好,书写first同样我们要使用一个组叫 Ion-view进行我们具体内容的一个承载 名字viewtitle 那么给成第一页 好,在这里边呢 我们给它放一个空的卡片吧 去分一下 卡着 好,再加一个墨北的 好,这里边呢 我们接下来再去写一个深层次的路径 我们这里边还是采用一个列表吧 写成一个蓝色的按钮 OK,这是我们当前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去加载一个second的视图 还是同样的去进行相应的html模板的创建 那这里边呢 我们的second模板 我就把first进行一个复制了 我们重新生成一个second 好,点击打开这个second的html 然后在这个second里边呢 我们需要把viewtitle的值去改一下 第二页 好,下方具体的内容展示 我们也可以稍微去给它换一下 我们这里边稍微更改一下 好,我们这里边写一些文字 好,我们写几个列表 那在这个视图里边呢 我就不再写深层次的一个视图加载了 好,那写到这里边呢 等于我们当前的一个从我们当前首页下去的所有深层次的视图模板就已经写完了 如果有必要的情况下 如果大家在这里想加一个返回首页的话 也是可以去加一下的 要不然我们去加一个 我们不再写新的路径 所以说我们这里边可以写我们已经写过的路径 Hive里边只要写成我们已写过的首页路径 我们写成home或者返回第一页 first first的路径我们刚才已经写过了 相应的模板也已经写过了 好,那我们就基本上把home下的所有的视图模板就已经都给它写完了 写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去写我们的关于的模板 也就是我们的about这个路径下的视图内容 我这里边呢还是复制一个模板 改名为about 然后点击打开我们当前的about这个模板 在about里边呢 我们简单的也去书写一些基本的内容 还是把它相应的viewtitle的值去给它改一下 关于 好,在这里边呢 我们也去给它加一个标题 list 给它加一个分格符 产品列表 OK,区分一下我们这里边 再去给它写入一个列表吧 好,那关于我们的这个页面模板里边 我就不再写更多的视图了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可以像我们刚才写home一样进行新的路径的一个创建 并且把你刚才创建的路径相应的HTML模板去给它书写一下 好,同样还有我们最后的一个其他 我们这里边还是复制一个模板 然后打开这个other 在other里边也是稍微去写一些东西给它区分一下 好,其他 好,这里边我们还是写一个列表 list 我的订单 个人中心 单线客服务 服务电话 好 随便写一下 OK,这个是我们其他模板 也就简单写一下 OK,写到这个位置呢 我们基本上在当前的SPE应用里边 所需要运到的所有HTML模板内容就已经写完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路由的一个配置了 好,我们的路由配置呢 需要在我们的JS里边进行书写 所以说我们选择打开我们的JS文件 找到这个app.js 好,在它的上方提供给我们很多的一个 安格拉的一个模块配置 以及Ionic的一个依赖注入已经写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只需要进行我们相应的路由一个配置就行了 我们的路由配置呢是配在我们的config里边的 也是安格拉模块提供的 所以说我们直接来书写一下config 好,我们把我们要用到的几个服务对象给它放进来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DataProvider 好,第二个是我们的$URLRouterProvider 然后我们的function同样的把这两个服务对象给它放在我们的function里边 注入到function里边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相关路由的配置了 这里使用的是安格拉的UI路由是基于state进行配置的 我们通过我们的stateProvider来进行每一个不同状态的一个设置 点state 好,我们要先把我们的底部选项卡去给它加过来 所以说这个状态名字呢 我给它命名为taps 然后当前的taps模板我们需要加载的路径URL 就是我们的总的路径写杠table 然后我们要加载的模板的内容通过templateURL来进行加载 competence下的taps.html 好,那这个是我们的总路径模板已经写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加载首页的内容 写另外一个状态,state 这里边我们命名为tapshome 就是在taps这个状态下去查找我们的home模板 好,接下来在这里边呢 我们来书写一下我们加载home所要查找的URL home路径 如果大家在这里边写成了home 那下方的路径要写成斜杠type斜杠home 因为上方我声明的状态是在taps状态下 进行home状态的一个查找 所以路径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在斜杠type下 进行斜杠home路径的一个加载 好,因为我们当前的home试图是需要加载到 我们刚才写在这个taps.html中的这个taps.home 这个试图容器里边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边要通过views来进行一个查找 template 我们点html 好接下来我们一层一层往下找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first 那这里边都是放在这个tab-home这个仕途容器里边的 所以这里边我就把这个状态进行一个复制了 好改一下名字 first的路径 一定要跟你前面的路径进行匹配 那我们需要加载的容器是不用改变的 template的ur去更改一下 好first的下还有一个second 好second也写好了 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about跟other的一个配置 about 好这里边我们的仕途容器的名字要改成about了 不能再加载到首页上面了 还有我们的一个other 好写到这个位置呢 我们该加载的一些路由式图 它的一个路径都已经去给它配置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当我们打开页面的时候 需要给它重定向到一个地址上 我们这里面就通过 dollarurrouterprider来进行一个重定向 otherwise 好我们给它重定向到我们的总路径 tap下 好写到这个位置呢 我们基本上相应的结构 以及我们的仕途内容就已经写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查看一下 我们的效果了 好刷新一下 我们的这个内容就已经出来了 我们点击一下往下看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页 好第二页也已经出来了 因为这个按钮呢 我们是要做我们的左侧菜单的 所以说我们待会儿再进行我们左侧菜单的一个处理 我们先来点击一下返回 ok也是可以返回的 第一页 首页 关于其他 好我们整体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对我们当前的左侧菜单的按钮进行一个修改 在我们当前的项目上去给它添加一个左侧菜单的模板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单页首页index html上面 对我们已经写在body里面的结构稍微做一个修改 我们在最外层去写一个左侧菜单的容器 idademakingln-side-menus 好把它的闭合标签放到我们的最末尾 然后再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中间的这一块内容 是我们正文的内容 我们需要给它放到一个标签里边 叫做I own side menu content的里边 好把这一段写掉 包含着我们书写好的正文的内容 进行我们格式的一个对齐 好那具体点击之后 我们左侧滑出来的内容 我们要给它写在一个新的标签里边 叫做side menu 好我们给它规定一个宽度200 好在这里边我们写一个头部 header-bomb 我们给一个class 书写一个样式 badown-duck黑色的 然后这里边我们写一个标题 好给一个样式 class title这个样式是让我们的文字 上上左右进行的一个居中显示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左侧菜单的内容 content 我们采用自定指令标签来写一个列表 好我们复制一下 在下方我们写成我的 我的钱包 个性装扮 我的收藏 OK 我们就先写到这个地方 啊 你看 满家